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世世代大人的时间 三星在2019年2月21日凌晨 在美国三藩市发布了Galaxy S10 系列的旗舰手机 对比上一代S9 系列 在功能、设计、硬件上都提升了不少 让我用几分钟的时间和大家一起看看 今次S10 系列一共推出了三个尺寸 包括S10、S10 Plus 和S12 当中就以S10 Plus 在功能上最为强大 为了提升屏占比 S10 系列都转用了Infinity O 设计的Dynamic AMOLED HDR Plus 的萤幕 即是相机位会在右上角开个孔 比iPhone 的刘海设计 又或者S9 系列上下粗边更加省位 視角效果一流 新技术亦都大大减低蓝光 减低对眼睛的伤害 手机颜色方面 三部机都会出白色、绿色和黑色 而S10E 会多了一种黄色的选择 而S10 Plus 会推出陶瓷白和陶瓷黑两个特别版本 另外 S10 和 S10 Plus 两款新机 还加入了超声波屏下指纹认证技术 解决了Galaxy 用家要将手指起机背认证的不便 而 S10E 亦都取消了起机背的指纹认证位 搬到机的旁边 屏幕方面分别为 S10E 的 5.8 吋 S10 的 6.1 吋 和 S10 Plus 的 6.4 吋 而 S10 和 S10 Plus 会继续采用曲面屏幕 但 S10E 会用 S8 S9 都不再用的平面屏幕 反而可能吸引到另一批用家 性能上 三款 S10 都用了 Qualcomm S8 55 最高阶的处理器 S10E 和 S10 将会有 6GB 和 8GB 的溢体两个版本 而 S10 Plus 除了 6GB 和 8GB 之外 还会有 12GB 记忆体的版本 内存方面就由 128GB 起跳 而 S10 Plus 最大有 1TB 容量的版本 和 iPhone XS 系列看齊 另外三款新机都保留了 3.5mm 的耳机插 亦都用上了支援 Quick Charge 2.0 的 USB Type-C 充电接口 最特别的是 S10 系列可以成为一个行动电源 帮其他电子装置充电 更加可以成为一块无线充电板 非常方便 要做到这点, 电量当然不小 S10E, S10 和 S10 Plus 分别配备 3,100 mAh, 3,400 mAh 和 4,100 mAh 的电量 相信怎样都用到一日甚至两日的时间 相信大家亦会关心镜头上的提升 S10 Plus 用上前二后三共五个镜头的技术 S10 Plus 和 S10 后置主镜头 分别是一个 1600 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和两个 1200 万像素的标准和软攝镜头 三个镜头的分工 就可以拍出更广阔更有层次的相片 而 S10E 用上两个分别是 1600 万超广角和 1200 万像素的标准镜头 而前置镜头方面 三部机都配备了 1000 万像素的主镜 S10 Plus 同时配备了另一个 800 万像素的景深镜 官方亦表示, 除了后置镜头之外 连前置镜头都可以录到 4K 的影片 適合 Blogger 和自拍的作用 网络方面, 三部机都支援双卡相待双 4G 功能 支援最高 2GB per second 的网速 比较 5G 的速度 不过, 如果要用 Micro SD 卡 那就要放弃用第二张 SIM 卡 不过唯一出乎意料的 就是这部机不支援近年大热的 eSIM 对于想试新东西和经常换卡的朋友 可能就有些失望 S10系列 lakeshie 已拥有 5G 市场 推出另一部 6.7 吋 Archive ... 不过应该在香港就无缘见到 这部 5G nationale可能于第一批 5G 的关系 只是支援单卡 所以对于慣用 Android 双卡的用户 反而带来不便 香港方面,三部新的S10手机将会在3月5日接受预订,并在3月中正式发售 三星亦都在同一个发布会上公布了第一部接合手机Galaxy Fold 我们下集会再跟大家讲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介绍,记得Subscribe我们Memo的Facebook专页和YouTube频道 和Alfred Mac的Facebook专页 今集说到这里,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